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的来宾金马奖执委会的执行长文天祥 也是资深的影评人 今天他已经是连续几年到我们节目来介绍金马奖 去年来介绍了三次 包括金马奖的影展活动 包括竞赛以及相关于金马包括电影学院 包括投资媒合等等活动 今年时间过得真快 一下又来了金马奖执会从11月5号到26号开始 但是这个礼拜六也就是10月24号的中午 一点钟我们就要开卖金马奖执展的影展票 我对这个影展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我从大学时期就 我记得是大学到研究所 就六十八九年的时候 每一年都要大概在夜里两三点 以前跑去西门町的几个票口排队 这是青春记忆里面很重要的一环 今年我们先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影展 好 张老师好 各位听众朋友好 今年的影展依然有将近200部左右的电影 在三周的时间会被引进到台北 除了金马奖入围的39部影片 全部都会在影展被播放之外 其他的作品也都是在台湾首映的影片 那今年我们的开幕片跟闭幕片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这应该是首次就是全部都是由 新瑞导演的作品所组成的 对 那开幕片叫做再见 再也不见 那这个片子是金马五十的时候 就是有点这个杀出来的黑马 拿下最佳影片的这个新加坡导演陈哲义 他改作监制 然后邀集了中国新加坡还有泰国三地的这个新导演 那一块来合作这个影片 然后他们一块去编剧 那找了台湾的明星陈柏林 来演出这个三段式的这个作品 那里面跨了四个时空 因为在第二段里面是从台湾到新加坡 有趣的地方 当然一方面是可以看到 就是说陈哲义去串联起这几个地区的导演 有那么一点这个亚洲跨界合作的这个味道 那另外一方面是三个不同的导演 对同一个男主角 他们要怎么去 就是想说去开发跟去 说改造有点太过火 但就怎么去处理陈柏林这个演员 所以他在三段里面是三个截然不同的角色 那片名很怪那就再见再也不见 那其实看完以后会有点了然于心 其实有的时候是 可能是你在某个异地遇到了多年前抛弃弃子的父亲 但是你到底要不要去见他 或者说在这个时刻里 你可能也可以成为一个父亲 但是你恐惧去承担这个责任 他可能就变成了一个故事 一个失去父亲跟无法做父亲的故事 那第二段里面其实是两个一起长大的男孩 之间有点淡淡的这个暧昧 那从台湾延展到新加坡 那第三段其实是一个教授 他到泰国去讲学 其实他的目的是要去见 当年跟他有过一段恋情的女老师 所以讲白了点 有点像亲情爱情友情的一个讨论 但是因为三个地方导演本身的训练文化背景都不一样 因此出现的这个结果也有点大一起去 那这是今年的开幕电影 是 闭幕片 对 也很有趣 闭幕片很特别 是一个恐怖片 是个恐怖片 对 是我们史上第一次拿恐怖片当这个影展 闭幕片 对 那叫红衣小女孩 红衣 对 红衣小女孩 他其实跟这个台湾的这个社会新闻 跟乡野传奇有点关系 就以前我们讲说会这个被这个看捧 还是这个被所谓的夺魂 就被牵魂 所以就有人说看到了一个红衣小女孩 那这是一个离家迷路了好几天的一个老太太 回来所说的这个事情 那这个片子就是从这个社会新闻去延展出 我还记得那个新闻 对对对 他就是从那里来的 那个老太太失踪了好几天 对 那刘颖商就是演这个老太太 那老实说他演的真好的 他其实这部片最吓人的 最吓人的其实是刘颖商阿姨 就他的表演非常吓人 那就是他的孙子就是黄河饰演 然后徐伟宁饰演这个黄河的女朋友 那这也是目前很受到瞩目的一个新导演 叫陈伟豪 他从大学时代就在拍一些这个就是鬼故事的电影 是你辅大的学弟 对但他其实比我小小小蛮多届的 那他是大船大船系的 那大学时代拍的电影当时就让我们有点惊讶的 那后来又学习这个杜齐峰风格拍了一部狙击手 那今年他其实除了这部片子 担任金马的闭幕片之外 他还有一部短片叫保全元之死 入围了今年的金马奖的最佳短片奖 那部片子非常有趣 那么年轻他产量就很多了 对现在很被看好的一个 所以我觉得红衣算是他真正进入到业界的这个第一步 那我挺看好他后来的一个发展的 除了开闭幕片 还有一些应该有些主题 或者是还有一些国外的主题的国家的 我想可能因为礼拜六就要就开始卖票了 先跟大家警告有几个片子一定会被抢得很厉害的 今年我们还运气不错 那单方也蛮认真的去把这个柏林啊 坎城啊 威尼斯的这个三大影展的最佳影片 全部都集中到今年的金马来了 所以今年可以看到这个柏林展的金雄奖得主 这个是伊朗的导演贾法潘纳西拍的继承人生 那稍微要说明一下的是 这个导演之前在新政府上台后 就把他逮捕 后来又在国际的抗议之下改为软禁 然后就是判他十多年不准拍电影 不准接受媒体的采访 也不准旅行 其实就是要断了他的艺术生命 可是这个导演很好玩 他还是想尽办法拍片 因为现在摄影器材很轻便 他在客厅也能拍一部片 然后这个片子就齐了 这个片子全部都在计程车上拍的 他就自己演了一个计程车司机 所以导演就是男主角 整个影片的风格看起来 就乍看之下以为是个纪录片 但不是 它是个剧情片 所有上车的人都是安排好的 然后谭笑风声把这个 不只是这个不同人 对于生命的一些看法 其实也暗暗的讽刺了这个伊朗政府 他还是有结构的故事 有有有 那这个片子今年就是运到了这个柏林以后 他同时得到了评审团 跟国际影评人协会的双料的最佳影片奖 那当然他不能去领奖 所以他的这个侄女 在里面也嘎了一个角色的一个小女生 就是上台帮他领这座奖的 那所以这个影片呢 是今年的柏林的最佳 那坎城呢 等一下片名再说一遍 好 叫做继承人生 继承车的继承 对 继承人生 那另外一部呢 叫这个边境战魂 那这个是让大家又好奇又恨的这部片子 因为他在今年的坎城 从这个孽娘手中夺走了 最佳影片金钟旅讲的 那是个法国超级大导演 贾克欧迪亚的新片 很奇妙 因为这个片子其实在今年坎城 我们就已经就是邀请他了 但是一直邀不下这个作品 因为他一直要等台湾的片商买这部影片 那也不是为什么这个片子就一直卖不出去的 我都不认为是因为那样的 我确实是因为太贵了 因为这个导演在法国挺大的 然后也挺卖座的 另外一个可能跟他的内容有关 因为这部法国片的主角 其实是这个斯里兰卡人 其实因为这个国内的这个内战动乱的关系 讲了一男一女跟一个女孩 他们三个人就拿了假的护照 假扮成一家人到法国去寻求政治庇护 那到了法国得到了庇护以后 他们还有就有点被迫要继续扮演家人 那在这个过程里 当然就看到他们真的越来越像家人 好像某一种可能性已经诞生了 但是接踵而来的是一方面是 他的祖国还是有些力量可以控制他的 就知道他在哪里 还是希望你即使在法国 还是要为你的这个想要离开的组织效力 另外一方面在当地的社群里 又来自于法国本身的黑道 这种黑帮的势力这样 所以这个战争的阴影就让这个 特别是这个男主角 就开始步入到了一个有点点抓狂的状态里去 那刚好对准了今年这个欧洲 这个所谓的难民潮移民潮的这个议题 所以很多人认为这有加分的效果或什么的 反正不知道评审团最后的原因是啥 反正他就拿了金钟旅奖了 那这个片子一直到 因为当时我们跟这个国外的版权硕人约定好 就是说如果最终就在9月份 还没有台湾片商买的话 那他就会把这个片子让金马银展做台湾的首映 所以后来我们终于在这个截稿之前 就这个片子就谈定了 那我想大家还是应该去看一看 就是他凭什么 就是在打败电影量的 那这是今年的砍城的最佳 还有哪一些你觉得不能错过的片子 有一部我觉得是也是不能错过 是今年威尼斯的最佳 那这个片子的来头就很小 因为他其实是一个中南美洲的导演的第一部电影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惊人的一个奇迹 就是说不是他拍的不好 他拍的非常之好 他是一部同志电影 讲的是一个中产阶级男人 跟一个街头男孩之间的关系 可是好看的倒不是所谓的这个老少恋的这个部分 而是两个阶级彼此诱惑 彼此怀疑 又就是当我进了一步以后 你可能又退了一步 这个有点像跳tango一样的这个关系 是特别好看的 而不只是一个性跟肉体上的吸引 还有一种对于对方的阶层的一种兴趣跟恐惧的 那因为这个导演毫无知名度 但能够入选到三大影展的竞赛 那就已经是不同反响了 没有想到他最后是打败了一票 就是这个知名的大师级的导演 所以当时被认为是爆出冷门的 那其实是一部拍的非常好的影片 那我不是那么的乐观 就是台湾的片商会去进一部 中南美洲新导演拍的同志电影的 就跟我们的目前的不只是主流 跟我们的艺术电影市场也不是那么的合称的 所以这几部片 特别是坎城的这部边境战魂 跟威尼斯的这部远方敬恋 以往我们都觉得一定会上远线 但今年就不是那么的有把握了 威尼斯这部叫远方 远方敬恋 禁止的敬恋爱的恋 禁止的恋爱 好 这是不能错过的 我看今年的金马奖 虽然我们会有另外一个单元来专门谈这个金马奖 不过有一些片子也很意外的 那你可不可以针对今年的这个金马奖入会 先为我们做一点介绍 因为他也同时 对对对 在影展都看得到 对 而且其实最近几年来 我觉得我们的努力有点点小 成果就是说大家其实越来 越会在影展去看华语片了 不像以前我们大家都知道外国片 那尤其是一些不太容易看到的作品 那我会觉得有几部是很重要的 其中有两部作品在今年的金马 金马影展算是世界首映 这是让我很意外的 我一直以为这两个导演已经是 算是国际有名的导演了 一个是徐浩峰 他有参与这个一代宗师的编剧 那他其实既是一个小说家 又是一个影评人 又是一个大学老师 自己又是编剧导演 那他这次拍的这部片叫做《师傅》 那讲的是这个明初军阀的这个时期 一个南方来的这个武术家呢 到天津 那他的意思是说天津 其实是明初这个所谓的武学的 这个聚集之地啊 就是最好的武馆都在天津 所以他到天津呢 他就去请教了这个天津的宗师 就要怎么样可以闯出名号来 那当然就得要踢馆 那自己去踢馆呢 没意思 你要去栽培出一个徒弟 让你的徒弟去踢馆 踢了八家以后 你获得认可 你就可以在天津呢 就是可以开馆 而且所有的武林人士呢 都会认同你的 好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所以他就训练了一个徒弟 就是帮他去做这件事情的 那师傅该有的排场 或是师傅要找个师娘 对 然后呢 他要怎么隐姓埋名的 假装什么事都没有 但其实私下在训练这个徒弟 而这个徒弟的这个踢馆的 这个这个工程 又怎么反过头来 影响了这个师傅 在经营算计武馆开幕 跟所谓的武林 就是所谓的侠盗之心的 就是这个 就是这次两者之间怎么游移 那我觉得这个片子很好看 但是徐浩峰的武侠拼一直都很鬼怪的 就跟所有这个港台大陆的电影 都不太相同 老觉得就是他的人体工学 跟我们不太相同之外呢 他对于那个武技跟这个 所谓的这个兵器的这个考旧 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 就是光是这个踢馆的过程里 我觉得有点像是当年 这个刘家良师傅的这个电影的重现 但是更有点这种北方的这种气味 刘家良是那种南方味很重的这种导演的 那他其实更阳刚 而且里面这些男性有形有款 所以我自己是很喜欢 徐浩峰导演的这些怪片 我记得他之前的《剑士柳白元》 大概三年以前 对对对 其实不是太有机会再公开放演 没错 但是这部片子里面也很大量的 而且看起来也是很别出心裁的 卖弄了那个北方武馆里面 对对对 寻仇了 这个还有报复 还有有些时候是挑战的 对对对 就是这些一个看起来有一半以上 我想是他自己编的规矩 是是是 非常有趣 所以据说我听说他的电影 其实即使在中国大陆都是不太容易看得到 所以还有蛮多这个业界人士 刚好来参加这个金马奖金马银展 顺便来看他的电影 那我一直以为他的片应该会先在这个多伦多 或威尼斯曝光 结果前几天我才知道说没有 对他说这是入围以后才知道 他说金马银展就是他世界首映的这个机会了 所以我们有多演那么一场的 所以大家可以把握机会来看一看 那另外一个导演是刘洁 那刘洁其实跟薛浩峰一样 其实都是这几年 因为这个金马奖入围的关系 而受到重视的这种比较作者型的导演的 那他在两年前拍了一部青春派 讲这个中国大陆的这种所谓的重考生的故事 捧红了这个董子健 那董子健今年也入围了这个金马奖的最佳男主角 演的就是他的这一部叫做德兰 那德兰呢是道德的德兰花的兰 他其实是片中的这个女主角的名字 那董子健呢是饰演一个他的父亲就是失踪了 那他的父亲是一个到藏区去这个所谓放贷 跟收款的一个公务员 所以他就有点这个子贷复职的 就是去做这件事情 可是他不知道路怎么走 那刚好呢有一个叫德兰的女孩 就到城里来 那要被理论上要被抓回去 所以就这个女孩负责带路 那把她带入到了这个藏人的生活区里面 那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对这个女孩动了心 却又因为到了这个藏人区 就是发现到他们的一个婚姻生活的关系 那个文化的冲击就对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那董子健是受了十几公斤 黑漆妈屋的演出了这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角色 是 稍后编刻进一段新闻 马上回来为您介绍今年的金马奖 Happy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 10月21号星期三 电影红爬单元 我们的来宾金马执委会的执行长文天祥 为我们介绍的是 这一届的金马奖 包括影展 包括竞赛 竞赛我们今天先不说 就把影展介绍一下 好像除了刚好我们讲说 不能错过的单一的片子 还有一些是以导演为单位的 有一个我非常敬仰的导演 Peter Greenaway 他也有好几部片子来 对这个中间的联系 可以谈一谈吗 好的 彼得格林纳威 今年在柏林音展 就是推出了他最新的作品 叫做十日性爱死 十日就是十天的十日 然后性爱跟死亡 那十日性爱死 其实讲的是 他自己很敬仰的一位 这个俄国电影大师 也就是蒙太奇运动时期 最重要的一个导演 叫艾森斯坦 那艾森斯坦当年就是 运用了这个中文的 这个会议字的概念 去强调这个简介 这个A加B会大于A加B的 这个做法 这种引申出来的这种心意 对于后来这个电影的语言 其实造成了极大的一个影响 但是比较少就是光读电影史的人 知道的就是说当年 在他功成名就之后 曾经有那么的机会就是到美洲去 那其实不但路过了 这个美国的好莱坞 他还去了这个墨西哥 要拍一部片叫墨西哥万岁 这个片一直都没有完成 其实只有留下所谓的产本 很多年前 其实金马银展 曾经演过这个产本 是非常厉害 除了有惊人的这个 剪接的实验之外 跟他的俄国作品 很不一样地方 是那种确实有如那种 墨西哥的那种烈日着身般 的那种感觉 那这部电影就在讲 这个艾森斯坦到了这个中南美洲 被当地的这个风土民情的影响 以及他跟这个所谓的投资者 还有跟这个美国的这个的冲突 那种之外呢 还有就是他自己的信誉上面的 一个启蒙这样 那其实很多人都都都都知道 或者说都有这样的传言 就是说艾森斯坦 其实是是个同志的 那那过去的作品 其实都有点隐晦的 或者很多的讨论 都有点隐晦的 把这个部分给跳过去了 那格林纳威这次就是 很直接的去处理这一块的 那这部片子呢 是他近年来就是 评价最好的一部作品 那我们确定邀了这个片以后 就寻线就找到了 彼得格林纳威先生 他其实是个英国人 但他现在住在荷兰 那也在荷兰工作的 那我们就跟他谈了很久 在敲他的时间 因为他这个片拍完了以后 反应很好 所以他又在筹备他的新片了 他就同意就是挪出时间到台北来 那既然大师要来了 我们想说那就多放一点他的作品吧 所以再回头去谈 他80年代的到90年代的 这段时间的影片 那格林纳威呢 其实跟金马渊源很深 因为最早就是金马影展 引进他最初的几部作品 包括这个绘图师的合约 厨师大道 对 然后还有像那个淹死老公啊 这些 那厨师大道是他第一部 就是进到台湾的戏院 所以在影展大概耕耘了 大概五年以后 因为他的每部片在 当时在影展都是一票难求 所以台湾片上终于引进了 厨师大道 他的太太和他的情人 结果就让台湾的店舰 不知该如何是好的 因为就像片鸣讲的嘛 对 厨师做菜 大道吃菜以外 还虐待他太太 他太太外面教了一个爱读书的情人 结果这个情人被这个大道给害死 还被烤了 最后呢 太太呢 把跟这个厨师联合 把情人变成一道菜的 那各位可以想象 这个烤情人全餐推出来以后 菜当然不可能穿衣服的嘛 完全看得见的 我记得我看得很清楚 大香肠 是是是 然后要怎么吃下去 怎么切 所以这个葛林纳威 其实在20多年前 真的是台湾店舰改进的 一个很重要的工程 另外我看他的 Prosperous Book 也就是魔法师的宝典 改编是Shakespeare的暴风雨 也有很惊人的这种创意 而且我看他不见 不但不要忠于莎士比亚 他甚至是不断的在电影里面 去挑战暴风雨原作的 许多议论跟感情 对而且他那个片子 其实也运用了 就是我们看电影的时候 本来就有个框在我们的眼前 他又运用了这种 所谓的多层框架的这种概念 让他框中有框的 仿佛是这个绘画 跟这个电影 和剧场的一个结合 那当时他 这个片也是让当时的 台湾电影很头痛 因为魔法师 在的这个岛屿上的这些精灵 理论上当然是不穿衣服的 那那个厨师大道还比较方便 是因为他至少是一道菜 推出来不会动 但是那个魔法师的宝典的精灵 是飞来飞去的 所以当时这个说 这个魔法师的宝典 是台湾电简史上 喷雾难度最高的一部片 因为要不断的动 要不断的动 所以他真的是 是为这个官方 就是让他们吃尽苦头 可是也让这个影迷 就是在他的作品里 看到了这种电影艺术的 这种跨界的可能性 以及对这个原点的 重新开发的创意的 所以这次我们演的 他最新的 就除了时日性爱死 这部片以外 最更新一点那部 魔法圣音 但是他之前最后一部 在台湾做供应的这个影片 他里面也是 把这个人对宗教的 所谓的这种圣像的 这种神机的这种殖民 把他化为一种暴力去看待 就这种迷恋到了一种 歇斯底里的状态 跟是一种就是 大多数人的迷恋的时候 哇那真是非常非常的吓人 而影片的最后 一层一层又一层的 羡慕的仪式 又让看电影的观众 仿佛身就是置身在那个 就是残暴的那个现场一样的 非常好玩 又非常后摄的 所以我觉得即使是隔了 二三十年再看 这个格林纳威的片子 一方面真觉得 没那么的难了 可是又发觉他 其实真是太有创业了 所以今年我们有跟他 凹一个事情 就是说在一场 这个时事性爱死的 就是放映之后 就是做一个 比较长一点的座谈 一般的电影结束后的 Q&A是20分钟 我们就凹他做一个 一小时的 跟影迷的一个面对面 所以大家倒是可以去把握 那个手册跟那个网站上面 就是那场后面 有画星星的 那场就是他会跟大家一块面对面的场次 应该提醒去提问的观众 不应该只把Peter Greenway 当作一个偶像级的大师 而去问他说 夜市好爽吗 最好不要这样 对不对 但是在我们的活动里面 好像还有一些 我看很有趣 因为有像侯孝贤致敬的 对对对 还有还要放映三部修复的 何耀岩早期的片 对对对 这个稍微介绍一下 好 其实说来有一点小小的尴尬 因为这三部片 其实不是我们台湾修复的 是这个比利时皇家电影资料馆 就去谈成去修复的 其实这也是一门生意 因为其实当他负责修复好这个片子 他其实拥有一年在全世界巡回应演的权利 他也可以上戏院 所以一方面保存了他们就是钟爱的 引人的这个作品 另外一方面其实也能够去彰显这个电影资料馆 他们在修复跟保存上面的这个实力 所以他们就做了 他这个技术的展示 对对对 所以今年像他们修复的三部片 包括了猴岛的第一部电影 就是就是溜溜的他 这是当年这个凤飞飞跟钟正涛演出的影片 那他其实就是一个爱情文艺喜剧片的 那比较有意思的是 虽然是当时流行的片型 你还是可以看到很多夸张的伸缩镜头 大量的流行歌曲 可是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这个女主角会爬树了 会蹬开高跟鞋了 会玩泥巴了 然后那个男主角会拉肚子了 也就是说这种在以前文艺片 是不可以出现的场面跟人的这种反应 那你大家可以看到 侯孝贤在主流当中的一些异端性 已经开始冒出来了 那你如果说喜欢 你最爱喜欢爬树 是念影娘 男主角喜欢拉肚子或生病 这也是念影娘里面 所以你看他第一部片 其实就已经埋下这个根源了 对对对 导演跑不掉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然后还放了一部 就是他第一次提名金马奖的片 就是那个在那河畔青草青 这在新竹的内湾西 内湾国小拍摄的 那是当时他看到了一桩社会新闻 就是这个老时代的同学 互穿互鱼 他就从这里构思了 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那虽然还是有这个偶像明星 这个江陵跟钟正涛主演 但这个片 他有有较多的权力了 所以整个的重心开始转移到 那些学生的 小孩的家庭生活 那一开始可以看到就是说 他要转型的那个契机 大概在这里就比较清楚了 第三步就是国际认识侯孝贤的开始 就是封贵来的人 那封贵来的人也是 今年这个比利时修复完以后 他们也很聪明 这个片是让这个威尼斯音展做首映 就世界首映在威尼斯 所以他拿到这个意大利 去耀武扬威一下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放了 本来也就是发迪之地是吧 对对对对 那刚好今年侯导又去威尼斯当评审 所以就他自己有在这个比利时 刚好就是去检视这部片子的修复的状态 去定调最后的这个调光的 那所以后来比利时皇家电影资料馆 就来问金马说 他们希望就说这三部作品的 亚洲的第一次放映在台湾 我们说当然好啊 我们也希望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就把这三部片子请来了 那另外我们也会放一部是台湾修复的了 是这个杨德昌的第一部电影 海滩的一天 也终于修复完成了 是我们自己修复的 对对 这就是台湾自己修复的 是 稍后片刻 建议段路况和气象 马上回来为您介绍 这个 应该是皮亚拉 对不对 我们要谈谈皮亚拉 台北FM98.1 News98 98新闻台 10月21号 星期三 电影哄爬单元 访问的是金马执委会的执行长 文天祥 天祥为我们带来的下一个话题 是在这一次的金马 今年的金马影展里面 还有好几个特展 其中一个是 阿森威尔斯 阿森威尔斯 这个是他的大国民 至少是电影影人 大概近百年来 近数十年来 都是放在那个Tabless上面 第一名的 对 Citizen Kane 那这位伟大的导演 还是广播人 对 也曾经透过广播节目 制造过 无理的骚动 火星人入侵事件 对对对 来我们来谈谈 阿森威尔斯的专辑 是 就是因为今年是 阿森威尔斯的百岁名单 所以其实不只是我们 其实全世界有很多的影展 都在为阿森威尔斯庆生的 那我们也不免俗了 那当然会放大国民 虽然大国民在路边 就买得到DVD 但重点就是要看大荧幕 那因为他每个镜头 几乎都是教材 那重点是 这教材还真好看的 而且我们这次放的 这个大国民 是35厘米的拷贝 现在要放35厘米拷贝 真的是很困难 非常难找到35厘米 而且画质还好的 国民算是 其实目前像星光影城 还可以 但他机器还在 另外就是要找可以放映的人 因为像现在的DCP 就是一个钮按下去 反正就电脑解读了 可是35厘米 还是会考验 所谓的放映师的一个技术的 那我们最后还是 进了这个35厘米的拷贝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看film的那个感觉这样 那既然会放这个大国民 而且大国民我有点就压饱了 因为我认为 虽然是路边都买得到 但一定会秒杀 所以我就在大厅 就把它放了三场的 算是很器重他的一部片 非常仰赖他满场的片的 那我们又顺道腰了 两部黑色电影的 一部是 他在40年代晚期拍的 上海小姐 那这部片呢 是他跟他当时的太太 丽泰海华斯 那在分手前合作的这个作品 那这个片子 其实他有点想要 应该讲说要力往狂澜 因为大国民 虽然现在被认为 是一个超级经典 但在当时其实 一方面遇到 这个赫斯特暴戏的 一个打压 另外一方面票房 也不是那么的出事 原来影射了赫斯特 对对对 那奥斯卡一直得了一个奖的 所以他后来很惨 就是他拿不到这个 不像大国民 他有全盘的这个剪接权的 后来他的作品 就会遇到很多这种修剪的 或者是这个中途停拍的 最后他甚至有点是被这个 像放逐到这个美国之外 到欧洲自己去展前拍片的 这个经历的 那上海小姐是他要证明 自己是可以拍类型电影的人 所以就拍了这一部 他自己也是自己当导演 然后自己担任男主角 那爱上了这个迷样的蛇蝎美人 那就利太海华斯的 可是这部电影的利太海华斯 跟我们印象当中的海华斯 很不一样 他故意剪短了他的头发 那让他有一点点这种 带有点中性的这个味道的 那这部片我们也会放 修复的一个版本的 那另外还放了一部 叫黑玉王魂 那黑玉王魂更好看了 黑玉王魂其实是英国人 选出来的 因此十大影片第一名 那这个片呢 不是奥森维尔斯拍的 而是他演的 他在片中演一个 就是把他的作家朋友 诱骗到维也纳来 那他自己其实是在这个 私下卖私药的一个 就是不知是好人 还是坏蛋的一个 有点奇特的一个角色的 那影片呢 其实无论是这个地下水道的追逐 或者是这个迷中有迷的 这个解谜的这个过程 其实都非常的有意思 那三分之二以上的这个场景 都发生在黑夜当中 然后也映射出了这个 二战跟二战之后 就是欧洲新秩序建立的过程当中的一些 所谓的社会的环境的这个问题的 那这个影片 我们也会放映 然后也另外加了一部纪录片 是希望让大家如果对奥森维尔斯感兴趣 或者看了这几部片 想了解就电影这么好看 为什么他会被好莱坞给放逐 就是他的魔术人生 对对对 所以我们特别就找了这部最新的 其实就是为了他的百岁名单而拍的纪录片 那这部纪录片算是巨细迷遗了 把他的这个从他的童年 然后他的广播人生 他的剧团的生涯 然后到他的成名放逐 然后他在欧洲自筹款项拍片 然后怎么成为独立制片的偶像 然后到最后美国又再次的反过头来肯定他 然后到他过时为止 这样另外还有一个皮尔拉的专辑 对奥森威尔斯应该是四部 三部电影 对加一部他的纪录片 那皮尔拉呢 十部 皮尔拉我真的觉得我们要跟法国人稍微学习一下 就是说法国政府在去推广 或说在去荣耀他们的艺术家这件事情上 真的不遗余力 皮尔拉当然一方面我们对他感兴趣很久了 另外一方面也是法国人主动跟我们推荐 就是说皮尔拉的全部的剧情长片作品都已经可以找到了 就是说没有这个善意或者是版权不清的状况 也就是说对于策展单位来讲 他其实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专题 他不太像说其他我们在做专题的时候 要一部片一部片要各个的去找出每个电影背后的版权所有人 那你少了一部他就残缺了的 那皮尔拉是我们这次最完整的一个专题 因为他毕生就拍了十部片 那这十部片全部找齐 那我们也把它故意摆在影展的最后一周 就是让大家大概在经历了就是前两周的这种疯狂的这个抢票 跟最新的电影的洗礼之后 有点是说静下心来沉淀下来来看这个导演一生的这个 三四十年来的这个影片的这个经历 那他的作品在法国其实一直都拥有极高的评价 那只是说离开了法国 就是对他有认识的影迷就少了点的 他的作品其实最有名的一部 可能大家比较熟的就是恶魔天空下 当年呢就是让这个已经将近这个二十年没拿过金钟旅 讲到法国终于拿到金钟旅了 可是得奖的时候很多人不以为然 因为看不懂这个片 讲这个年轻的神父 跟这个上帝和魔鬼之间的这个纠缠斗争这样 然后就有人虚他这样 那皮阿拉最有名的一件事 就直接在台上回须台下的这些不爽的这个媒体人 就说你们不喜欢我没关系 我也不喜欢你们 很有个性的一个导演的 那他拍的范古传也是被公认是 影史有史以来就拍的最好的这个作品 侯导也特别推崇他拍的陆露 讲一个年轻的女孩 是这个很年轻的伊莎贝与培 他跟那个大鼻子 对对对跟贾哈德巴特主演的 所以他的这个作品从生活出发 然后对于这种就是写实的这个掌握 以及对这些演员的表演能力的挖掘上 其实都是非常受人称到的 所以这个专题我们其实跟这个法国人 就是努力了好些年这样 那终于也在他们的协助下 就是把这十部电影的版权全部搞定了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力邀就是皮阿拉的太太 也是她的合作编剧 就是说看届时有没有机会到台北来 因为皮阿拉已经过世了 就是说她来跟大家谈谈她先生的一个创作 我注意到在不同的单元里面都出现了这样一个名字 叫法斯宾德 一方面在经典重现里面也有她的 艾比斯更冷 另外好像也有她的纪录片 对 谈一谈这个导演 好 对 其实确实是这样子的 是先有这部纪录片 这部纪录片今年完成 然后我们想邀这个片子 然后又觉得如果放这个纪录片的 只放她有点无趣 虽然法斯宾德的作品之前在那个国民戏院 在那个台北光点的那个小戏院曾经放过 然后我们想说 哎呀那就放她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好了 就艾比斯更了 为什么要放这部片呢 这个片一方面可以看到就是像法国新浪潮 比她更早的像高达对她的影响 像人会对着这个镜头说话 打破这个第四面墙的幻觉 然后里面也就是带入了她自己的一个剧场的经验 所以她的场景都非常的素 几乎就是一面白墙的 用最少的资源就可以完成这个影片 然后呢内容也很好玩 因为一个娃娃脸的这个男孩 怎么去搅乱了就是一对情侣的这个生活 然后甚至让他们不得不亡命天涯的这个故事的 那当然娃娃脸那个男孩就不是法斯宾达演 法斯宾达演胖的那一个的 那所以这是法斯宾达自己自编自导自演 又融合了他对法国电影跟他的剧场经验 在这部影片当中的一个作品 那当年这个影片呢是在柏林影展率先曝光的 虚声四起啊 哇当时大家没看电影怎么可以这样拍 有时候我觉得也奇妙 就是为什么高达拍可以 法斯宾达拍就不行呢 就是德国人就妙了 就是别外国人拍可以 但自己在这个导演拍不可以 那当然他那时候很年轻 法斯宾达37岁就过世了 但是拍了40多部电影的 所以我们就想说一方面有这个纪录片 然后我们再去谈了就是这部片子的权利 因为他也修复好了 所以就让这部第一部电影 也在这次的迎战出现 我之所以提法斯宾的很重要的原因 为什么 因为台湾现在很多年轻人在抱怨说 我们资源不够 钱不够 场景不够 甚至有人说 这个大家市场口味的故事 我们也不喜欢 你就看看人家法斯宾 你看看人家 对对 好 有道理 好 非常感谢 天霞 很快的你还会再来跟我们接受 关于这一次的竞赛 好吧 谢谢